體驗 Perfect Mobile 無限的優點 Bye Bye PeePay手機 再見啦 家用電話 向真正無限說Hello 全省無限任港計劃月費只是15元 無限收發電郵月費只是5元 Perfect Mobile 獲一收費 無合約 無額外收費 真正無限任港 我都說明天是書展開樂的日子 今年有40多位美女會推出她的寫真集 如果一次過要買完真的要不少錢 但相信明天都會有很多的宅男 特別去到書展買一眾美女的寫真 除了更美女會推出寫真之外 其實有很多明星DJ 今年都會推出她的書 究竟有誰會推出她的新書呢 一起娛樂夜仔 究竟今年有甚麼明星會推出書呢 首先講一下王儀卿 大家都知道她是新一代才子 在09年開始 她每年的書展都會推出很多書 好像09年這樣 她一推出就有15本書 在去年都有7本 今年王儀卿也會推出7本書 據自己都說 之前就說推出書其實都是虧錢的 因為現在真的很少人買書 不過就說由於現在做幕前都是賺不到錢 專心寫書可能有機會可以賺點錢 所以今年王儀卿就會一次過推出7本書 有愛情小說 旅遊特輯 也有一個跟漫畫一起cross over的書 所以對她來說今年應該都會挺賣得的 對自己非常之有信心 當然她是才子當然可以在書展裡面舉行簽名會 除了王儀卿之外 也有些歌手打算推出書 其中一個就是唐卿妹 唐卿妹今年會推出一本書 就是講大約如何在台北去旅行 當然為何會選台北這個地方 因為夠便宜 而且唐卿妹就說由於他們去到台北 就找到很多地方又便宜又好玩 又可以教大家如何買東西 適合年輕人體 除了她們之外還有 At Seventeen的Alan 今年也會推出她的書 這是一個攝影集 是她五年來去過不同的地方 所拍的照片 她自己說對她的成長都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除了Alan之外 中書晚也會推出她的書 叫做It's a Beautiful Day 大家應該有聽過她的新歌 今次這本書其實也是一個攝影集 在台灣拍的 拍照的是Sherman的妹妹 而化妝的那個是Sherman的好朋友 她說想藉著她妹妹的手 去拍一些漂亮的照片送給她的歌迷 她之外也有一個組合 Sea All Star也會推出她的書 Sea All Star大家都知道她們是唱得的 今次這本書的概念非常之特別 她們分別每人選了20首歌 跟著就對這個20首歌的感想 其實她們很代表80後 寫出來的感想可能很代表一班80後成長的過程 除了她們之外 因為之前我們也說過 今年惠斯都會推出她的新書 叫做Reborn 這本書裡面就會說到她 由吸毒和戒毒的過程當中發生的事 她都希望這本書可以親手送一本給黎明 希望黎明真的可以原諒她 除了一班歌手會推出新書之外 今年也有十幾位DJ都會推出她的新書 DJ有點不同 因為DJ就靠口韻式 所以文學方面的確是會好些 首先就有卓韻之 之前都推出了她在歐洲旅行的旅行書 今次是最後一集 除了卓韻之之外 我覺得深尾那本書是挺有趣的 深尾這本書是教大家怎樣追女生 她說裡面就會教大家在20分鐘之內 怎樣取悅一個異性 她說完全不只是說 她有看過一些心理學的書 她說絕對有效地說 這班JJ也會入到書展舉行她們的簽名會 明天就開始書展了 不知道哪一本書最賣得 不過去年雖然有很多明星推出她們的新書 但最賣得的都是Angela Baby和Krissy的寫生集 所以看來今年最賣得的通常都是寫生集 說那麼久 是時候八重公投 八重公投題目想運下你 你覺得今年書展最賣得的是哪本書 留下將你的意見 開刀八重娛樂的網站 Kick up討論區將你的意見發表 因為節目時間差不多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